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在台中龙井区的幸福玉树 光是建案名称就让你幸福感满满 其实这边可以算是龙井区一等一的核心生活圈 临近的也有小学、完全中学、传统市场 还有现代超市各种选择一次满足 交通的部分临近国道3号 还有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都很方便 甚至还有指标性的三井凹类台中港也不远 说了这么多附近的经人 这里面住起来究竟舒不舒适呢 一起来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窝心球的何慧荣 今天来到台中这里要带大家开箱好栽 首先要介绍的是新尔雅建设的副总林俊梁副总 大家好 我们说到现代人生活压力真的非常大 回到家一定要有很舒服的客厅可以待 像我比较注重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起居空间 就绝对不能是暗厅 像这样子很亮堂的 就算有说关了灯 也是有阳光自然而然照进来 这样对我们来说生活也比较舒适嘛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这一户的户型是属于三房两厅的 那它的室内空间有到24点220 那对一般年轻的家庭来讲 这个空间都足够住起来都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就要带大家看到了平常屋主起居的主卧室的空间 一进来呢第一个吸引我的就是大大的对外窗 这真的很加分耶 再加上说很多人会考量风水问题 像它门进来的格局来说不会去切到床 而且床的头尾也没有直接对窗 这基本上都是过关的 再来就是呢在凉的部分呢 其实现在你床头柜稍微加下去 或者稍微包一下天花板 其实在风水上来说都很过关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副总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摆设而已 那如果客户住进来 他稍微再调整一下 包括梳妆台 包括衣橱都不会有问题 都空间都足够 好所以整个的空间运用就可以更加灵活了 诶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非常看起来高科技的面板 联动到卫浴这边的 因为据说他们是附了整套的凯撒时尚美学卫浴呢 是不是啦副总 是的没错 我们现在公司这一次的标准配备呢是 除了这个一体成型的浴柜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设计感的一个免制马桶 那再加上一个很大的干湿分离的一个淋浴空间 那最重要的 我们这一次有附了一个六合一的暖风机 他除了可以当抽风 可以当除湿机之外 他还有一个暖风的一个设备 那尤其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冬天了 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的话 要洗澡 那可以事先先让他开机 大概三到五分钟 然后我们再进来脱衣服 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感冒 明以时为天 我们也要来看看这边厨房有哪些特色呢副总 这个厨房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特色我们这一次呢 标准配备是樱花的整体欧式厨具 他主要的配备是现在最流行的 IH的感应炉 然后再附一个隐藏式的抽油圆机 然后人造室的台面 那烤漆面板 还有我们的红碗机 最重要的是我们附一个大型的水槽 那这次呢特别又加装了绿水器 而且这边超贴心的就是他这个烤漆玻璃啊 很多的家庭呢房子买回去 真的都要另外请师傅来安装 不然那个油烟油污真的是很难清理 刚刚副总讲到了浸水器也是超贴心的 天天都要有干净的水喝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这一套厨具啊都让整个厨房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期待呢 其实每次来到台中呢对于我这个台北俗来说 就觉得台中人的热情恰到好处 而且我看现在好像还蛮多建案正在新建当中 主持人你的观察很细微 那因为龙井这个区域呢它的就业非常方便 而且交通也很便利 所以目前这附近呢建案相当多 那我们公司目前也还有两个建案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现在看得到的这一个 玉树爱家48期 那这边还有我们的49期 玉树复乐的部分正在动工 生活机能越来越好 所以现在呢搬过来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咯 每次拍窝心球呢我都好想要住进这些严悬好宅 像这一次我真的超想搬过来台中住的耶 其实这一户房子有可能是你的 真的假的拍个影片还会送我房子喔 那一家后康 不是我送给你 是台中市镇不要送给你 哇 以上就是这一次台中购物节的压轴头奖 怎么这么好看啊 你很难想像一张发票就可以参加抽奖咯 只要登录台中购物节的APP 并且呢上去进行登录 把你所有在台中消费的发票 登进去之后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啦 这次的头奖呢 就是刚刚的这一间价值千万的三房两厅好宅 而且还是从去年的两房 升级成为今年的三房还附赠车位 这么好康还在等什么 我也要趁现在有时间赶快去消费消费咯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窩心球就下回见咯